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为什么不能参加游行 下集 樱花游行的震撼之更改日期 每年的三月份樱花盛开 也是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毕业的时节 京都局高校也会举办当年度为期三天的定期音乐会 更是三年级生的毕业公演及欢送会 京都Tekbanner已经宣布第61届定期音乐会 将于2025年3月21日、22日、23日 在滋贺县琵琶湖音乐TekbWalko后举行 之所以会选择2025年3月21日 是因为京都樱花游行 将在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举办 这样当季要毕业的三年级生也能参加 也给三年级生一个完美的回忆 但是2025年的京都的樱花大游行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确实不能参加 目前京都樱花大游行主办单位已经宣布 樱花游行将于3月23日星期日 在梅子寺公园举行 刚好与第61届定期音乐会最喜欢后一天撞期 这天是三年级生要毕业 所有乐团成员通常会在 自贺县琵琶湖音乐TekbWalko后进行排练 并准备好音乐会的一切 如果要花好几个小时出来参加 16公里外的演唱会和游行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对那些会想专注 在自己大日子的学生们来说 是非常不公平更是一场灾难 为了配合观光 日本樱花游行由非假日 改到日本的公共假日来举行 就像大阪音乐季也改为固定载 5月第二星期日举办 面对活动日期突然更改 造成京都的樱花大游行雨 京都局第61届定期音乐会撞期的灾难 到底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一起锁定 也一起为京都局高校加油 我们一起锁定